这是我见过投罪铁的囚犯 杀人犯咱都见过 但是敢杀多名警察的罪犯 我还是第一次见 更嚣张的是 他竟然还把警察尸体挂到桥上 这种只在电影里见过的剧情 竟然真实的发生在墨西哥拉梅萨监狱 对于这样穷凶极恶的罪犯 狱警通常会用铁笼子 手榴弹以及警犬 把他伺候的服服帖帖 在外面有多猖狂 进去后就有多凄凉 墨西哥城市蒂华纳 位于美国边境 独特的地理位置 为犯罪提供了有利条件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 在两端穿行 运送着大量武器和毒品 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 造就了这所墨西哥 最严苛的拉梅萨监狱 一个上厕所都不提供纸的地方 早上六点半 这是狱警的换班时间 指挥官马里奥安东尼奥梅萨弗洛� 在狱警的严密保护下走进监狱 他是监狱的安全主管 只不过进入拉梅萨监狱 无论是谁都要进行全面的搜刃 以防止毒品烟草等伪敬品被带进去 面对这群穷凶极恶的罪犯 狱警每天都要全副武装 警棍和催烈瓦斯是寻查必备武器 这所监狱里关押着各种类型的囚犯 可谓是人才集结 狱警会按照犯罪类别 把他们隔离在不同区域 从小偷暴力 从狱犯性犯罪到绑架犯 毒犯杀人犯应有尽有 正所谓360行行行出状元 能被关进拉梅萨监狱的 无不是该行业里的佼佼者 马里奥从一号区开始检查 除了日常点名外 他们还需要确认 牢房里没有形成新的帮派 监狱里有帮派本不足为奇 但是拉梅萨监狱对这点尤为看重 因为帮派斗争曾让他们吃尽苦头 狱警和囚犯都付出过惨重代价 马里奥一进入牢区 囚犯们就发出嗜血的呼喊声 这里一个牢房只有四平米 却挤着八到十名犯人 热闹是热闹 只是洗澡和上厕所 都得被人围观研究 今年22岁的库兹马 因为贩毒被判了五年 虽然年纪轻轻 但是身体不太好 监狱里闷热的环境 难吃又不卫生的食物 更是让他雪上加霜 库兹马的家人一直在外面努力运作 试图把他转移到另一所监狱 不知道现在运作的怎么样 如今库兹马已经被关了三年 再不抓点紧他可就出狱了 有家人支持的囚犯算是比较幸运的 相比之下 关在这里的美国人可真是倒了血霉了 他们的处境一个惨字都不足以盖获 约基奇就是其中一员 他因为偷东西被抓判了九年 统去的六个室友全是美国人 在异国他乡被关到同一间牢房 也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约基奇就跟记者介绍起了其他几个成员 他们一个个面无人色 显然都被这所监狱的条件折磨得不清 这里基本的用水需求都没法满足 自来水一天只开放几个小时 医疗条件也跟不上 光是在同一层 最近就有九个囚犯生病去世 这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担心有一天会一命呜呼 关键是因为没钱 约基奇到现在都没跟家里通过电话 就是说也许等到挂了的那一天 家人都还不知道他被关在这里 最奢侈的还是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囚犯们一周只有两小时可以出去晒着太阳 提到这点 约基奇愤愤的说 就是这弥足珍贵的两小时 如果一些蠢货违反规定 还会被缩减到半小时 说着说着他都快哭了 最让他崩溃的还有语言上的问题 因为狱警只会讲西班牙语 而他们只会讲英语 所以每次交流都是大家各说各的 一顿手务足蹈下来累得不清 同屋的另外一位小哥加索尔 他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参加过伊拉克战争 他说在美国人们称他为英雄 但是现在他竟然被当成囚犯对待 看来现在他还没认清现实 还以为自己是来监狱度假的 现在这些美国人都已经绝望了 除了在牢房里听天由命 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每周一次的放风时间 是囚犯们最期待的 也是狱警警惕性最高的时刻 尤其当牢房大门打开时 这是狱警被攻击的高发时段 为了安全起见 囚犯们必须双手背扣 依次排队下去 他们每次只会放一小部分囚犯出来活动 时间到了以后再换另一批出来 这样做一是防止帮派之间斗殴 二是减少毒品交易的机会 把囚犯放入院子后 狱警们再把大门锁上 守在外面 这时候才能稍微放松一些 这一系列规范操作 都是从血的教训里总结出来的 在2002年以前 拉梅萨监狱 还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监狱 里面没有看守 监狱规则由帮派老大制定 犯人可以为所欲为 因此付出的代价是 毒品交易泛滥 常常发生流血事件 最严重的一次监狱暴动 造成12人重伤 21人葬身 于是从2002年以后 监狱开始铁腕整治 制定一系列措施 减少犯人接触的机会 并给狱警配备了枪支 手榴弹 以及训练有素的马犬 应对暴动 此后 拉梅萨才逐渐稳定下来 而这些铁血规则的制定者 正是监狱长詹姆斯 他在调来拉梅萨监狱之前 在其他五所监狱工作过 经验丰富 手段强硬 对于不守规矩的囚犯 监狱会把他们关到隔离室 这里没有电没有水 甚至故意不提供卫生纸 上厕所的话 全靠他们自由发挥 这四个难兄难弟 都是连环杀人犯 而且刚进来不久 还没有经历过 这所监狱的毒打 一般来说 再桀骜不逊的囚犯 进到拉梅萨监狱 被关几周或者几个月 就会非常老实了 比如 开头提到的 那个非常猖狂的黑帮大佬 他被关在第六区 这个区 全是各种大小组织的头目 他叫奥多玛 因杀害多名警察入狱 包括一名高级指挥官 而且事后 他还把警察的尸体挂到桥上 如此作死的挑衅 换来的自然是监狱的重点照顾 狱警没事就来对他拳打脚贴 把他按在水里 塑料袋套在头上 各种花式折磨他 刚进来那会 奥多玛还老想着出去东山再起 但是他在监狱待了七年后 他已经不太确定 是否要回到以前刀尖舔血的生活 家人已经很久没跟他联系 唯一来看过他的 只有他母亲 奥多玛甚至猜测 自己的儿子也成了罪犯 他对儿子所有的思念 都寄托在这张照片上 每天早上起来看一次 不出意外的话 他这辈子是不可能出去了 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 见识君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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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